今天我們要歡迎我們這次的Persession大使來到現場囉 要歡迎楊承琳 歡迎這一次伯爵Persession特別邀請到 真的也是獨屬之友喔 歡迎我們的Persession大使 歡迎楊承琳 好我們請承琳往這邊小小步 台灣的右手邊小小步 謝謝 好請承琳先跳我們正前方 好請承琳我們的右手邊 因為今天現場來了非常多的媒體喔 所以我們的這個左右視角都請承琳幫我們都照顧到喔 往你的左手邊小小步謝謝 好來承琳的左手邊下方 好正中間再幫我們看一下 謝謝 今天有很多的貴賓朋友們來到現場喔 我們要邀請貴賓朋友陈琳 我們一起拍個合照 請承琳請遊步喔 我們要歡迎 呃 這邊請 歡迎台北101 陳世民總經理 歡迎兩位追賓 我們跟承琳一起拍個合照 謝謝 好我們往前一小小步喔 三位一起 三位都是非常漂亮的女士喔 也帶給大家各種不同的感受 各種 不管是多文優雅的感覺 或者是時尚 或者是帶給大家非常俏麗活潑 就希望這一次的活絕 Festation全台唯一期間限定的快閃電 正式宣布正式轉開 好麻煩三位的左手邊下方 好我們視線站回來中間一些些 好 好正中間謝謝 好 三位的右手邊幫我們看一下好嗎 右手邊謝謝 謝謝 我們要謝謝台北101 謝謝總經理提供我們這麼好的場地 謝謝喔 欸我們請Grace請遊步好不好 我們Grace跟承琳我們單拍一下好不好 來我們兩位健全方 好麻煩 麻煩 Grace跟承琳我們我們的 右手邊幫我們看一下 右手邊下方 好歡迎麻煩兩位我們的左手邊 再幫我們看一下左手邊下方 Karissa Karissa 謝謝謝謝Grace 謝謝 好的我們請承琳相逢一下下喔 因為我們剛剛有特別提到 我們有給大家 我們這個Budget Possession的氣球 以及特製的這個Pudget Possession的這個爆米花 一起前面來跟我們所有朋友們分享一下 這一次呢來到我們的快閃店當中 都可以好好的感受一下我們店內當中 所有的色彩 那當然也要帶給大家的就是 我們特別要送給大家的小禮物 來到店裡面一起感受Budget Possession的朋友 都有機會可以獲得喔 好請承琳我們的右手邊再轉一點點 好謝謝 好中間再一次下 好謝謝請各位幫我們收一下 我們特製的氣球還有爆米花 也把麥克風交給今天的Pudget Possession 大使楊承琳 請承琳跟我們現場 所有的好朋友們跟媒體幫我們先問個好嗎 哈囉大家好 好是我覺得今天是一個非常 你們怎麼知道這個活動 我們怎麼知道 這不是很神秘的一件事嗎 對啊 而且我來的時候你們也沒有尖叫 真的是 這當然啊 也不是為你而來 好吧我得到 是為了伯爵 Possession之夜而來 今天陳琳是我們的這個 Possession大使 先問問陳琳 今天要跟所有好朋友們分享 你真的是伯爵帶給大家很多的驚喜 對你來說應該也是的 是其實當然我相信如果我不是做藝人 我不見得可以接觸得到伯爵 是 當然如果有一天是嫁給陳琳 可能也有這個機會 但是我很榮幸的 因為工作的關係 時常會接觸珠寶 然後更加榮幸的是 伯爵他時常願意贊助我珠寶 然後讓我可以登上紅毯第一枚 這個應該我說好不好 我應該說在2015年那一年 這個陳琳呢 我們佩戴著這個伯爵的珠寶 在這個金鐘獎的這個紅毯上面 特選了紅毯第一美 我覺得這個感覺真的就是 相隔一張的感覺 對 其實我覺得要佩戴一個 有氣勢又好看的珠寶 是會有一點的壓力 對 因為一個不小心他就會把我們壓下去 真的 所以我們必須要把自己的氣場固好 視性固好 然後再佩戴一個非常美的珠寶 是 其實一定那一天就是會眾所主 沒錯沒錯 而且對於陳琳來說 呃 我會覺得虎三水系列 它有個非常非常重要的做過 就是轉動世界由你掌握 我覺得這個 對於所有的都會女生來說 就是命運跟我們說的人生態度 掌握在自己手上 你是很完美呈現這個態度的藝人 我很開心今天伯爵所有的工作人員都說 他們會邀請我有一部分是來自於我的個性 是 我說蛤 好難得喔 因為大部分的人看表面會以為我只有甜美 但是其實我從內而外跟我對於工作的要求 然後包含我胸柔的品質 我都是一個很希望自己是有想法的 然後希望自己在無時無刻都是可以 一直轉動自己的腦袋 然後可以去思考怎麼樣讓自己 的工作品質可以更好 然後工作作品可以讓觀眾看到 然後包含自己的生活 就是有很多東西其實是一直在我腦海裡 一直去轉的 所以我相信當你有思想 當你有對很多事情有感覺 然後就會有機會去轉動你自己的命運 而且我覺得很重要的是 除了是轉動這個關鍵字之外 其實它也是心裡面的一個轉機的感覺 對不對 如果我們面對困難面對很多的挑戰 有換一個面 就是一個想法 我們看到的視野就會完全不一樣 是 其實過去自己在演藝工作的初期 其實 當然一定會有比較辛苦的時候 然後前面頭幾年 我媽媽最常跟我講的一句話就是 風水輪流轉 身體來好像非常的熟氣 然後非常的老派 但是我覺得這句話非常有道理 對 因為我們把自己準備好以後 其實當你這個世界在轉動 當你的氣場在改變 當你Ready好的時候 其實有時候真的好運會轉到我們這邊 對 但是你剛剛講一個最重要的是 當自己準備好 對不對 其實這句話是更重要的 當自己準備好運氣轉到自己身上之後 才可以好好掌握 而且我們的Porsession系列 它都可以轉 對不對 對 往內轉就把這個氣勢啊 把它做好運轉向自己 對不對 對 讓我們往外轉 我們把幸運可以分享給大家 完全不一樣的感受 沒錯 那今天陳妮要不要跟我們分享一下 一身那麼漂亮的 燕紅色的裝扮 嗯 配戴了我們這一次的這個Porsession 帶給大家非常漂亮的 無彩的這個寶石 嗯 其實今天真的 有讓我嚇到的地方是 我穿了這麼燕紅的衣服 但是伯爵的珠寶完全不會被這個 顏色給打扮 是 我覺得它的反而 這個珠寶它 金色也好 或是它其它無彩的顏色 其實反而可以讓這個衣服更加的有氣勢 對 而且我真的就是很容易被注意 對 我覺得其實當我們配戴珠寶的時候 誰希望你買了一個珠寶 然後沒有人發現 沒錯 所以我覺得 一個好的珠寶它真的可以為自己加分 對 而且一個好的珠寶 無論你穿什麼顏色的衣服 它不但不會搶過你自己的風頭 不但不會被那個顏色打壓 它還可以為自己加分 對 而且我覺得這個很可愛的一點是 剛剛陳妮說了那麼多 我們看到你的造型 感覺起來這個燕紅 它非常的跳 能夠蓋過所有的感覺 但是Persession系列的物材寶石沒有被蓋過 還有你的髮型也是 非常的乾淨就可以了 就是完完全全的就可以把這個Persession系列的這種美傳達給大家 因為我真的一直覺得波爵他們秉持的就是除了優雅大方之外 要有氣場之外 其實個性真的是很重要的 那我覺得現在越來越多人懂得挑選珠寶 而且是不分年紀的 那這一次這個Persession系列 對而且是全新的系列 更加適合年輕人 尤其我現在30出頭 我帶了也不會覺得沉重 不會覺得老氣 沒錯 你老氣又看了我一下 我覺得我也不會好不好 它那麼多漂亮的顏色我也都可以選擇 我從來不覺得你老氣 是很好 那我也要請陳琳來跟我們分享一下 這一次喔 Persession系列 我們全新推出的五個顏色 就真的是五個寶石 有孔雀石 有綠鬆石 有這個搞瑪瑙 還有紅玉髓 還有青金石 對 各代表不同的顏色 對你來說 因為像是給自己好了 你有沒有覺得自己是 如果今天我要犒賞我自己 什麼樣的顏色是最適合你的呢 其實我一直以來都非常喜歡黑色 濃黑色 對但是說真的 那個伯爵把我考到了 因為我這麼快很準 這麼果決的人 居然在選擇珠寶上面出現了困難症 對因為每一個顏色 真的都會有不同的感覺 當然我還是覺得黑色最能代表自己 是因為我認為自己的個性是很單純直接的 那我覺得黑色就是最純粹的 然後它可以融入各種顏色 對就好像我的工作 我必須要在各個領域都要扮演好自己的角色 對它可以融入所有的顏色 但是也可以襯托各種顏色 對 這個很重要 那如果說現在我們剛剛有特別提到的嘛 我的清潔即將到來 你會覺得譬如說像有帶綠色啊 或者是很亮麗的藍綠色啊 或者是深藍色或者是燕紅色 如果讓你選到給媽媽的顏色 覺得媽媽適合什麼顏色 其實我今天佩戴到這個綠色 我有點嚇到 因為我從來不知道綠寶石可以這麼年輕 這麼清新 因為一直以來都會以為 綠色跟祖母都有一點關係 祖母綠是嗎 對 就大家聽到寶石是綠色 都會有點小卻步 想說是不是玉琢的感覺 或者是祖母綠的感覺 但實際上 我覺得金色搭配綠色 其實會有一種個性 而且會年輕 然後我覺得我媽媽給我就是這種 很舒服的感覺 很溫暖的感覺 而且你有沒有覺得 其實像你現在佩戴的綠色跟藍色 它的設計 這個Persession系列的感覺 它其實感覺好像把宇宙帶在身上 對 我就覺得好像我帶了一個星空 帶了一個希望在身上的感覺 我覺得這個很重要 所以要再次歡迎大家 我們從今天開始4月14號 一直到5月14號 就到這個Persession 我們真的是全台唯一一期間限定的快閃店 歡迎大家也歡迎大家 歡迎陳琳我們一起來 讓我們的店裡面 好好揮灑自己的現場 但是謝謝陳琳 謝謝 也謝謝今天現場的對比 好 來麥克風我們幫你收一下 有沒有時候再補拍一下下照片呢 有嗎 好來那我撤一下 好我們今天現場有很多的 呃 會丁還有很多的 我們來到一天一旅遊的朋友 也要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們現在正在進行的呢 是由這個瑞士高級萬表記珠寶品牌 補絕 我們特別要舉辦的補絕 選擇 選擇唯一的快閃宴 謝謝 好的 我們進行電子妹給你們我們的聯訪 謝謝 呃 第一次看到這個 這個好厲害 好厲害 你還沒有 好 然後它在這邊 這邊好 對,這個 好 今天要讓兩塊同一搭配紅色 是,今天是一個大紅色 以往如果要穿大紅色 往往都是在一些大型的典禮 但是說真的 搭配伯爵這個珠寶 我覺得任何的顏色都會更顯器材 然後今天其實就是想要有一種俐落個性簡潔的感覺 其實要配合這個珠寶和珍珍系列 它就是符合了很有個性 然後加上它五彩的寶石 可以讓每一個人選擇自己喜歡的顏色 然後當然我覺得你也可以搭配自己的膚色 或者是你可以挑選自己的幸運色 我覺得當選擇一多了,有時候人的心情就會好起來 嗯 那我自己的外套會想說,順便幫他拿他們好禮物嗎? 我真的真的很擔心我賣了之後都是我在帶 哈哈哈哈 因為其實我跟我媽就是很像姊妹 然後甚至我們衣服有時候確實會共穿 包包會共飛 然後有時候我也會把我的環借給他 或者是有一些配件 其實我們確實會一起交換著用 那我會擔心我送他這個禮物 最後是我這個佩戴 是因為一方面一 我媽本來就比較簡潔 然後本來就比我還要低掉一百萬倍 所以他一定會覺得他拿到這個禮物 他會很開心 所以基於呢 我買了這個禮物他會開心 那我當然就會幫他用啊 對,所以我覺得 呃 反而我應該要在一個出奇無異的時機 送他這樣這麼漂亮的珠包 而不要再補清潔 不要給他多餘的壓力 那當時有戒指是很重要的嗎? 對,因為我本身是一個戒指控 然後我本身其實不太懂得 配戴手環還有項鍊 但是我今天意外的發現 原來項鍊的搭配 可以這麼多樣化 然後可以這樣子 又長又短的 讓自己整個身形 甚至是我今天穿的是比較 呃 就是素色的衣服 他還是可以稱呼出這個衣服 感覺上好像 欸 其實我只是一個one piece的仰裝 可是卻莫名的變得 我好像是一個穿搭高手一樣 然後戒指的部分 當然就是我們女生 有時候在剝頭髮啊 有時候在喝飲料啊 就會讓大家 欸 隱隱約約的看見 我們手上的亮點 剛才有穿了 戒指長的黑色衣服 可是今天穿了顏色 氣場超強的 是,因為 我私底下真的就是一個黑白灰的人 那當然在工作上 我覺得時常會接觸到 不同的服裝的搭配 但是真的真的 鮮少穿到這麼艷紅的顏色 剛開始 就是客戶選到了這套衣服 我們還想說 欸 要不要選個黑色或白色去襯波珠寶啊 不然會不會被吃掉啊 但是他們就覺得 我穿這顏色是好看的 但我真的覺得很好會看 因為 我真的今天搭上珠寶以後 我反而覺得更為我加分了 而且這個珠寶本身的氣勢 又更加烘脫出來 所以完全一點都沒有被吃色的問題 那妳的珠寶都被自己買的 還是 自己買的啊 自己買的啊 對啊 就辛苦賺錢就是為了要靠賞自己 所以妳自己買的 好像那天也就是買了一本 那妳也稍微再看 TOPLAY 對啊 TOPLAY也是自己買的票 然後看的很開心 真的非常非常的開心 那最近有作為那個 TITO流行年度的歌手嗎 其實會想要就是 穿搭怎樣的 所有新衣服小物嗎 或是 剛剛在看甲店也會想 就是要在 拍運小物 我覺得有時候真的是一個緣分 就好比像金鐘舞時的時候 就是鑑爵贊助珠寶 然後那天就很幸運也很開心的 就被票選了紅漢第一枚 那我相信 除了我的裝髮服的造型師他們的努力 加上我自己那時候結實之外 好的珠寶一定也會給我帶來好運氣 對那 等到TITO流行那一天呢 然後再看看要怎麼佩戴好了 那一天是我生日 對 那最近拆解有時候 拆解有時候 拍那個流行花園 有聽到的消息嗎 有聽到 因為有拆解聯動方式 然後那時候我就有問他說 好好奇小優是誰喔 對然後 他也是 現在應該也還蠻苦惱 就是 流行花園在拍 要找哪一些人 但是我 因為我真的很動靈 所以我真的覺得 我好像還可以再繼續演小優 也沒差 假設 這次要在演小優的話 會不會想要在小優這個角色 辦什麼樣 不一樣的選擇 當然我覺得在那個年紀演小優 是最好的 因為 就很符合 那個時候漫畫裡面的小優 那一種 有點 柔弱 然後 不懂得怎麼愛人 然後被愛受傷的那一種可憐的感覺 那當然我現在本身就是 已經成為了一個 女人了 哈哈 所以要再演小優這個角色 我覺得反而挑戰真的非常的大 但是我也很祝福才姐就是 流行花園再拍 可以很成功 謝謝 謝謝 跟小意思 人家不是說她很香菜的媽媽 我覺得她在開她玩笑吧 小意思條件那麼好 但是我 我一定是跟她演姐妹 怎麼會是魔女呢 我想要挖洞給我挑什麼 哈哈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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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們請請請往後一小小步 來我們先不要跟記者聊天 來我們往旁邊撤 OK 好的 那我們請成林往後一小小步 我們讓這個 我們的大會的攝影師 幫成林捕捉一下 在這個補絕 全排唯一的 而且是期間限定的快想片當中 來好好的感受一下 也再次謝謝今天現場所有的貴婦朋友 也謝謝現場所有的 今天來的現場 一起來享受一下 一起來享受一下 我覺得不算省事業 然後再次謝謝現場所有的貴婦朋友們 我們從今天開始 一直到5月14號 歡迎大家可以到我們的快想念當中 謝謝成林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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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謝謝大家 謝謝現場所有的美女朋友 謝謝你們 再次感謝現場所有的貴賓 謝謝現場所有的美女朋友 我們今天的這個 謝謝謝謝 謝謝 謝謝 謝謝